HELLO 大家好,我是 MPS 光復店的 VIKER 今天要為大家帶來現在韓國最流行的韓式手棒燙 那它可以幫台灣的男生解決頭頂不夠膨啊 或者是後腦勺比較扁的問題 那它燙起來會比較的蓬鬆,比較的自然 然後在造型方面也會比較好整理哦 那就讓我們看今天的示範吧 今天我們要先試它頭髮的狀況 以及它的髮質去做藥水的選擇 那今天我幫它選擇的是屬於比較健康髮的藥水 那我們停留總共大概15分鐘左右 我們就可以進行沖水洗髮囉 那洗完髮吹乾的時候 我們就會用手棒去做一個熱處理的上捲 枕頭捲完了之後 我們就可以上最後的固定器 停留大概8到10分鐘左右 就可以做最後的沖水護髮囉 那起來之後我們要做最後的修剪 弄好了之後 我們就要上造型瓶幫它整理出 它今天想要走什麼樣的風格 如果你今天想要走一個比較有親和力的話 那我們可以選擇把瀏海放下來 那再抓一些彎度的線條 會呈現的比較的自然一點 那如果你今天想要走一個比較時尚感 比較狂野感的話 那我們可以試著把瀏海抓上去 那這兩種的造型會讓人家呈現一個不一樣的感覺 哈囉 大家好 我是皮耶 因為我自己個人的畫髮質是細軟髮 我只要出門超過一兩個小時 或者如果當天之後沒有做洗頭的話 我頭髮就會很容易扁塌 就會看起來非常沒有精神 那這次的燙髮以後呢 就是讓我的頭髮的狀況會變得比較蓬鬆一些 而且跟以往的燙髮不一樣的地方在於 以往看完頭髮都會有一個過渡時期會比較不絕 那這次看完以後 因為沒有這個過渡期 那只要用髮蠟去做簡單的造型 然後再噴定型的話 就會比較有精神 那我還蠻推薦給大家的 你覺得你的頭髮不好整理嗎 那歡迎你來MPairs豐富店找Vic喔 掰掰